这台设备一送电就跳 厂家来了说不是设备的问题 这台设备的问题 你也还能拿来买的 他说是比资不减买的 我资不减买的 这边都要跳 我先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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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管着的 管着的状态就是一奔把子 他的同电稍微等一会 那么他就这个也跳那也跳 同电一会他就跳了 大概也就是几秒钟 几秒钟 对有零件 三火一零 对啊没错 几秒钟就跳 啥意思 谁给你接的这是 谁给你们接的 他那个厂家 厂家啊 对 对 我这一眼可能就发现了问题 这是个地线 这是个零线 地线零线 接在了一起 这就是几秒钟跳的原因 我工具箱还没开呢 工具箱都没打开 你这钱让我挣得太容易了吧 对 这钱给捡了一下 只如果说拆掉好了 那就好了 这个 这个拿个小工具 不能撬开就可以了 他意思是说你那个 你这个是火箱是零一样 这个地线 地线 怎么还带电啊 不是能带电 等等等等等等 你别开 你别开开 有电 不动工具 我还是再动一下 工具还都动 200多伏的电呢 你这是个啥呀 这是 那不对 都断开了 是断了吗 都断了呀 地线带200伏的电呢 那咋回来 那咋回来 这是个什么线呀 激光器的 201223火线接大D 他这个电是个什么电 这是个零线 不这不是个零线 这写着P接大D 哦知道 他接的是个零线 哦 那头接的是零线 你地线当零线用了 嗯 那你别清楚啊 我以为我捡漏了 人家 我以为是火 我又捡了个漏了 他这个 我看一下 然后这个机器里边出来 我们说 到这边来一个机器 哎 你的零线带电呢 我拉一下哈 嗯 19 火线没有 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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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是漏电呢 呃 你外边的线有问题 外边的主线有问题 外边的主线漏电 这项应该是220 哦 结果呢 结果是20伏 这一项都快漏霉了 那这一项应该是220 现在超过了300伏 这一项超过300伏 零线应该是0伏 现在现在是100多伏 现在193伏的电 嘿 我先捡个漏 没捡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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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电在哪啊 就这 三家的电 嗯 我们都能都能拉嘛 看了吗 只要是零线带电那就是一个问题 对吧 把咱们家一拉 哎 还有能拉吗这一家 能拉这不是这样的 这一块都是这样的 还不好 还有180这个问题 这是谁家的 这是咱的总店 拉了 拉了一户 上面的问题 还有这上面的问题 上面上面从这 这是谁家的 这能拉吗 总的 所有的总的 拉了吧 拉了没谁 被他过来打我 谁打你 我那边 拉了哈 看这一项都超过了300多伏 这一项你看漏的就是33伏了 这一项超过了300多伏 也就是说是总店的问题 总店的问题 那咱得弄啊 那不弄我没办法干活 总店的去走啊 这一个可能走 啊 可能走了 那边 哎呦哇天呐 这大账 这个不好搞啊 太乱了 得请印度电工 就是从上面接的 是吧 嗯 从上面接的 比如说那一家楼店 您在这里测的不正常 您在这里担担担担了不一百多吗 嗯 二百四都不正常 现在零下单店就是不正常 可以一家一家的拉 一家一家的拉 哎呦在后面还有 上面是高呀 下面是低呀 那边还有 这多远呀 这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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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这得多少家呀 往那边 没办法 找来了管这一块的师傅 师傅您是管这一块的 嗯 坐着师傅的小车 去配点室看一下 哇 到配点室 这块距离太远了 供电所的师傅也来了 这个故障的需要供电所的师傅 来到了配点室 哇 好几路是吧 这么多 这个 这都不正常 我这个核心 我这个核心才一百多伏 这核心才一百多伏 红线才一百多伏 哪一项 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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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伏呢 就是 这 这 这 超过三百伏 红线露店 红线露店 后线露店 这一项 就一百多伏了 啊 红线露店 红线露店 那么拉老师傅 拉吧 零线九十多伏 零线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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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更不应该 在电 哪一家有问题 就是 不是这个 不是 不是 拉 不是 再拉 拉不准 拉 好 啊 这个 背板的 啊 就这一路 背板 背板 好 西边的 西边索尿 现在好了 西边 西边 东 西边 西边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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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边 这就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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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现在好了 啊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现在这个电压 是正常了 拉掉那一路 所有的电压 都正常了 这一路拉了 这一路拉了以后 就正常了 这一路有问题 拉了以后 纳头在测量 这得给我发的视频 电压正常了 这被拉了以后 那被工厂的电压正常了 看零线 多好 零线多好 这路线出来以后 上了这个杆 上哪找吧 是左 要右 上前 上后 这一路带的大多少是 民房和楼房 太多了 还好有老师傅在 谁家出过问题 他都知道 供电所的师傅 一路一路测 真的很辛苦 说多了都是累啊 最后查出了一路线是漏电的 户主还不在家 现在设备能开起来了 也不跳闸了 现在再测一下电压 零线 21 再一想 现在测的是火线对大地的一个电压 正常的电压显示应该是220V左右 还是有问题的 测的零线带电 我个人认为一般火线有漏电的地方 或者是接地不好 或者是零线有虚接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检修先这个样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点